哈喽各位各位朋友朋友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休闲场库视频 哎呀好久没有更新了 大家可以看到活不仅人变了 这个背景也变了 现在的茶茶在赵号房间里 不得不说哎呀吃错果子了 不得不说赵号的房间确实蛮大的 看过我们之前发视频的各位应该都清楚了 为了方便拍视频呢 咱们两个就合租起来了 不要想太多 单纯的合租而已 看我干嘛呀 看游戏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带着眼镜去海里游泳 结果对 那是一场价值1000块钱的游泳 我直接痛苦面剧呀 再来回顾一下咱们上一期的进度 上一次呢是征服了这个熔岩矿洞 现在我们就可以拿无限的熔岩神器了 但对此我就能满意了吗 绝对不行呀 所以现在我们要继续沿着海路 然后我们现在再去征服另外一个矿洞 那就是天灰矿洞 光一个熔岩矿洞怎么行呢 我还要天灰矿洞 因为咱们之后还要刷各种东西 所以说天灰矿洞肯定是不能少的 现在已经快要接近雪山了 咱们把之前的这个铁套给穿上 游先生就说了 查查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丢掉 太过分了 这推广马送的 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要是没有的话 可以去刷这个南方矿洞 做一套基本的这个瘦皮套 然后只要低温抗性超过400 你们也能来雪山呀 对吧 这套我需要的是它的那个护甲吗 那肯定不是呀 我需要的是低温抗性而已 不然在雪山咱们都活不过很久 继续往前走 还记得这里吗 之前开局 我这个绿光呢 可是遍布了整个海岸 现在我有失利了 咱们要直接跑到这个天灰矿洞里面去 我的船没带呢 真的是 咱们俩两个地基 还五张床就行了 不过也有观众说 现在的床没有冷却时间了 这是真的假的呀 这不对吧 但是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就乐意带五张床 你管我呀 这叫小心死的万年床好吧 之前咱们是去过一次天灰矿洞的 不过还是要小心的 这雪山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咱们现在没有近战武器 就一个弩的话 说实话对于这些怪物有点不够 剑齿虎站在打这个霸王龙 好你们打 我路过 我就是路过的 你们打你们的 我走我的 这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走图路的素材有一半断掉了 可恶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天灰矿洞前面 这一次咱们就不会说重庆了 要用这个地图跑矿洞法 有些人说地图跑矿洞 听我矿洞不行 我只能说能不行 别怪路不平呀 对吧 那你看看阿茶是怎么跑的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地图卡矿洞法 好的 现在的话 这个地图要是刷一只怪 那我查某人 直接倒立洗头 哎 前面就没有一只怪物 你一定要关闭 点击隐藏地图这个选项 没错 不然你会非常难受的呀 记住啊 千万不能掉到水里 掉水里 你这个地图就收起来了 这是个小细节 要注意 也千万不要碰这些箱子 因为这些箱子不减后期有用 而且你要碰的话 这个地图也会收起来 那这个天灰矿洞 咱们就算已经差不多跑完了 还有人要说这个天灰矿洞不能用地图吗 啊 我看谁说啊 我看谁说 哼 这不就拿地图完整的跑了一次吗 真的是 非常的简单 神器就在前面了 啊 再把这个收起来 然后把这个地基给放在这附近 再把这些床给放出来 天灰矿洞里面就可以把床给叠起来 啊 附近放不了床 一定是你附近有个怪物的包啊 不要问了 成功获得天灰矿洞的神器 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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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之前在家里的睡觉 又忘记放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附和在这里 好了 继续切瓦这个红饭粥 那利用处是什么呢 那就是刷琥珀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存档呢 就不打算用每日追捕去刷琥珀 那我的琥珀怎么获得呢 那一定就是刷矿洞 天灰矿洞是方舟使用六大矿洞里面 啊 给琥珀概率最高的神器矿洞 哎 真的是 这怎么刷这么多畜母龙 啊 那个赵浩就逊了 现在还在外面玩游戏 我就要卷 兄弟们 我来这里只有三件事要办啊 内卷 内卷 还是内卷 我要把赵浩卷到怀疑人生 还记得之前咱们这一只690级的孔兰呢 已经来到了红发宗上面呀 先驯服天灰狼 由于我的设备还不齐取啊 这期视频可能看起来就会比较简短 但是没关系啊 咱们还是老样子 商店总数过3000 立马更新下一期 这里是一只插摩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